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赛季共5个赛季中 欧洲各大俱乐部的转会营路绑出炉 法甲豪门摩朗哥位居榜首 普超球队本菲卡以及波尔图居第二位和第三位 摩朗哥在近5个赛季通过卖球员收入达到7.71亿欧元 同时他们在转会市场上花费了3.66亿欧元买新球员 净收入达到了4.05亿欧元 其中卖出姆巴佩 收到了1.8亿欧元的转会费 巴卡约克加盟切尔西时 身价为4000万欧元 加盟曼城的伯亚多希尔把身价为5000万欧元 门迪的身价为5700万欧元 法比尼奥的身价为5000万欧元 这若当时由罗纳哥转会黄马的转会费达8000万欧元 此外 位居第二位的本菲卡 近些年也相近卖出众多大台球星 它们的总盈利达到了3.54亿欧元